首先要請到的是 諸詩會社日比製作所 陳世宏 臺灣代表 為我們支持遊戲的競爭 媒體現金朋友們 我們所有的選手 貴賓們 大家好 很高興在年初 就在東方球場 再跟大家見面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日曆慈善杯 Static Ladies Classic 2019 我們日曆07的競爭總經理 講說 這是第二隔十年的開始 在十年前 2008年的8月 我們決定主辦這個高球賽 當時候是全球金融海峽 我們的做事番題 都目不得起 所以當時候我提出 你監多少 日曆都監多少 除了企業以外 讓社會大眾也關心 做事執行 我們希望 未來有第二個十年 能夠持續地辦下去 我們也很高興 日曆選擇 臺灣女子職業高爾部協會 成為合作的夥伴 讓我們女子選手 有賽事表現的平台 同時也能夠讓 更多的公益團體獲得照顧 在這十年來看到很多 我們臺灣的選手 有於最夢 到了世界各地的舞台征戰 更高興 我們這些選手 也會到我們家鄉來 來參與這次的比賽 在這裏我代表皮達吉宣布 我們日曆慈善杯 That is classic 開幕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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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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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希望在未來的十年 我們都可以 回來參加這場比賽 然後 希望可以從日曆開始 我們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年 如果您今天有參加我們遊戲區高步球的推開活動 比鐵城高推進的朋友們 都有機會喔 我們二獎的得主是洪榮天 第二位是王靖 第七位是朱順山 第八位是惠九股份有限公司 新移民主要留伸出 我們今年是第二個使領開始 第11年 感謝我們的球迷 那希望各位來年 一年比一年能有更多人進來 讓我們這個運動 能夠繼續的舉辦 好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一宗朋友們的付出 想象徵愛心的心意 招給我們李天浩副執行長 我們再次邀請到我們這次的職業冠軍 Karinda來到台前 我曾經過三天 我曾經過三天 但是我曾經過三天 我曾經過三天 我曾經過三天 我曾經過當你 我曾經過五天 我曾經過三天 nig clocks要坐三天 我不想坐 我曾經過三天 我曾經過三天 幾乎